基隆市长林又昌在基隆市议会进行任内 最后一次市长施政总报告 虽然报告书厚达322页 为历年来市长之罪 也展现任内推动的政绩 不过林又昌这次并没有念报告书 而是经过议长蔡旺连 征询议员们同意后 报告8年的施政心得 对于带领市政府团队 8年来推动各项市政建设改变基隆 林又昌很有信心认为 治理基隆的经验 已经成为治理城市的教科书 因此也希望基隆甚至是各县市 想要参选市长的人选 可以听听看他的报告 如何翻转基隆治理城市 创造所谓基隆障碍 其实我们现在基隆的一个经验 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教科书 我常常说其实基隆 我们能够完成的 基隆可以做的 全台湾其他县市 应该也一定做得到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条件 是最缺乏的 我们的相关的资源 人才的条件 是相对匮乏 我们并不是指驾市 虽然我们是在大台北首都圈里面 但我们却是唯一一个不是指驾市的一个城市 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当基隆市我们能够成就的这些成果 其实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提供给其他城市来参考 也可以让其他的城市更有自信 来改造他们自己的城市跟假乡 所以 其实我是蛮希望 包括现在我们本市的所有的市长的候选人 甚至是包括全台湾现在正在选举的市长候选人 其实可以听听看 我们这八年 我们是怎么样 让一个吊车尾的城市 变成前段班 我们怎么样建立基隆经验 我们怎么样甚至创造了所谓的基隆的障碍 包括改善基隆财政状况 如何带领市政府各级政务官 事务官以及公务人员目标一致 推动市政建设 和站在中央以及临近县市政府立场 共同合作争取协助 突破困难 达成建设目标 让基隆从吊车尾的城市脱胎换骨 赢回基隆人的荣光 林又昌感谢前议长宋伟丽 议长蔡旺莲 以及所有市议员们的支持和鞭策 更感谢所有市民 给他机会能够推动市政实践梦想 让所有市民都成为骄傲的基隆人 市政的报告322页 这些是成果 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是 我们怎么样去达成这个成果 这些成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用口号换来的 而是透过很多的一个努力来完成 那最后呢 在这次322页的市政报告的最后一页 通常我们在写报告的结论的时候 会写得很长 但报告的最后一页在314页 我们的结议是 基隆就是一个成就梦想的一个地方 基隆其实就是一个成就梦想的一个城市 那未来基隆市的一个挑战在哪里 基隆市的挑战 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在大台北首都圈 北北基陶这1000万人口的这个都会的范围里面 去积极的扮演我们的角色 然后去积极的去成就完成 我们这个城市所能够提供 或者是所能够给予的一个贡献 也就是回到刚刚一开始我讲的 今天我们要帮中央 我们也可以协助我们身边的其他的城市 同样的北北基陶首都圈 如果要进一步的一个发展 不管是台北新北或者是桃园 也应该站在其他城市的立场跟角度 来思考并且协助解决问题 这样子大台北首都圈1000万的人口 各自都市里面的问题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得到解决 如果只是在自己的辖区的范围里面去找答案 通常是很困难 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年代 需要的是更大尺度区域的一个合作 所以最后在这边 满满的一个感恩跟感谢之意 感谢议会 感谢议长 感谢市府团队 感谢所有市民 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推动市政 然后能够去实践我的梦想 让所有的基隆市民 大家都成为一个骄傲的基隆人 谢谢大家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